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到达新加坡张一国际机场1号航展楼 终于要回中国了 太不容易了 出来七个半月了 从澳大利亚辗转新加坡再回中国 哇不容易 让大家看一下今天机场有多人 好像从来都没有看到有这么多人的时候 就近七个月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航班大概有100多人吧 全都是中国人 所以人特别的多 然后大家来的还挺早 都在办理一些直击的手续 基本上现在全副武装的人特别多啊 当然说现在还没有进那个 还没有进行站楼里面 现在只是在外面办理登机的地方 然后我在这边准备称一下行李 称完行李的话我就准备去办理直击 好一会儿再跟大家聊 在这个行李托运区 刚把行李托走 现在基本上属于没有工作人员的那种自自动托运行李 当然有一个工作人员在指导 很多人都用的比较慢 还是很简单嘛 顺利拖完 现在准备往里走 现在进到这个过了海关 到这个航站楼里头准备候机 全是中国人 没有外国人 新加坡机场被中国人占领 就是我们比较专业 所有人都 应该说有一半人都有防护服 第四零登机口 这是我们的登机口啊 现在离登机时间还有一个万小时 人非常的多 然后大家都在这等着 就是回中国的人 人是最多的 现在张仪机场里面基本上 看不到外国人 全都是中国人 甚至连新加坡人都没有 很刺激 好不容易现在进到航站楼里了啊 现在把防护服穿起来了 给大家给我展示一下 现在终于可以登陆火星了 这个防护服是专业的防护服 跟一般的医用的还不一样 比一般的医用的还更高级一些 因为从颜色就可以看出来 看其他人要防护服 但是是白色的 还有一个多小时登机 所以现在这边睡一会儿了 太困了 这个防护服当时是从北京寄出来寄到澳大利亚 然后从澳大利亚飞行 新加坡也没有穿 因为当时飞机上才有30个人 但是回中国就不一样了 飞机上大概有100多个人 来给大家看一下啊 什么叫白衣天使的天堂 放心 谢谢大家 感谢你们的大叔 祝你们处愉快 感谢你 家中间 客人 现在没时间 还在窑 天 哈 我们 下 哎呀 也太爽了 准备登机啊 排队了 其实我在这坐着还是蛮小的 让他们抬吧 我在这坐着了 哦 这有东西可听了 太晚了 上空间了 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做行的服务还不错 准备了点吸入液口罩了 这个推机是真够坑 满多率 满多满了 怎么满多满了 怎么满多率超过百分之七五五十多钱呢 对了 对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